我说你怎么还没去上班啊 快十点了 你不去啊 那些人又偷懒了 等他们捷报呢 这叔弟之事 暂时还不宜在公司张扬 你怎么知道这个事能谈成呢 你看一下早报头条吧 小季云一弃权 这弟呀非我莫属了 我觉得你呀可真是贼 这个事徐太太刚给我打了电话 我还想给你个惊喜呢 连这个机会都不给我 上一次了 下一次了 你们回来了 妈 进吧 怎么样 饿了吧 那块地的事徐夫人说 在兰心会跟妈妈见面的时候 再跟我们好好谈 好 不错不错 其实这一次最大的功臣就是灵天 不管她说什么 徐夫人都是点头的 等到这块地正式签合同了 你跟婉晴的婚事就定下来吧 另外 上你做副总 谢谢爸 谢谢伯父 老爸英明 恭喜啊 徐夫人在电话里都说了 这件事之所以能成 是因为婉晴拿出那张报纸才办成的 功劳不在灵天 干吗谈婚论嫁 如果论功行赏的话 是婉晴有功劳 要什么我就得给什么 我上你一定想嫁给灵天对吧 那就照办 谢谢爸 我上次坐在这主席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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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年前公司上市的时候 公司上市的时候 你们大家都看见这个报纸的头条了 你们大家都看见这个报纸的头条了 啊 什么 张言道 虎毒还不识子呢 妈 今番已经有两个月没回公司了 我要靠每天在娱乐版的新闻 才知道他在哪里 这次他分明是 要跟我争徐氏那块地痞 见什么娱乐场 摆明就是向我挑战 是 就算是这样 你也不能下手这么狠的 这策略 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吗 是我跟赵后 回瞻和萧正一同决定的 嫂子 我们真的拿金帆没办法 这江山 是我们跟纪云父亲打下来的 我们不想看着乔氏 毁在那些无能的领导手里啊 是啊 这五六年以来 乔氏的业绩 一直没有多大的跃进 我们比谁都在意 嫂子既不相信纪云 金帆又不爱导公司来 可是嫂子 给了她一个行政副总裁的位置 我们经常群龙无首 找不到方向啊 这几年 市场上很多地产公司 用的都是海外人才 嫂子 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哪 你们在批判我揽权嘛 只要我活着 这权 都是我们姓乔的 你们 你们这样打压进番 她不回来大闹天宫才怪呢 她要是敢闹的话 我自会收拾她 你要是能收拾 你早收拾了 又收拾谁啊 又老叫奶奶出来为我主持公道 真讨厌 讨厌死了你们 奶奶没事啊 先喝口茶 没事的 嗨 乔董 我在外面替集团拓展市场 您就跟这帮闲人 在我背后放冷箭什么意思 你少在这里放肆 你在外面胡作非为 怎么还是为了集团 我发那个声明 是为了减少集团损失 挽回集团的生日 我什么时候胡作非为了 如果那块地被花朗抢走了 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只要你不拿公司的钱打水漂 我们呀也懒得管你 打水漂 对了 打水漂 水漂够我记得你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那个 特别烂特别烂的项目啊 那个我们都说别去碰的 你却害得公司亏损六千万 我一直视你为我们败家里 偶像中的偶像 厉害 不要以为自己是乔氏的大少爷 就可以这么放肆 别忘了 我们当年帮乔老爷子 打江山的时候 你还没有出声呢 听我的公正 不是你们帮我爷爷打的江山 是我爷爷打下江山之后 一直罩着你们 不 我爷爷走了之后 你干个什么大事 海南那个项目 你谈了十年 你签下来了吗 还有广东那个项目 因为地基的问题 还停工了 至于停工的原因 这 我就不用说得太明白了吧 你挂着行政副总裁的头衔 你又为乔氏做了什么贡献哪 好 后说后说 我其实真的不想顶撞你的 可是今天对不起了 每次股灾的时候 乔氏有多少项目 都是赌输在您的手上的 够了 他们三位怎么说 都是你的长辈 你没资格这么跟他们说话 我知道 你为了你妈的事 一直恨我 我看 你是存心给我作对 行 咱们今天就好好谈那家事 好 妈 奶奶 太太 太太 奶奶 叫医生来 吵得够凶的你们 你们两个 有多久没这样对话了 要没人说 还真不知道 你们俩是一对父子呢 吵吵吵 那天再把我的病炒犯了 你们也就省事了 你们就不用送我去医院 直接去坟场就行了 奶奶 你说什么呢 不要以为奶奶疼爱你 你就恃宠而骄 季云 你年轻的时候 也没少做过荒唐的事 可我作为母亲 我有过拆你的台 让你没脸吗 现在你儿子再荒唐了 也该先把他叫回来 问问清楚 就这样发声明 这不是像乔氏弄笑话吗 以死不忠百次不用 我知道我怎么做 你们都不会满意 错的总是我 原来你知道自己不忠啊 我叫醒我儿子 有你插嘴的份儿吗 你搞你爸爸也就算了 还拿乔氏来玩 你是知道的 奶奶现在还是乔氏最大的股东 你玩乔氏就是玩奶奶 你跟我有仇啊 你跟我有仇 你倒把我捅死算了 燕归去给他找把刀来 如果你死了 我活在这世上也没什么意义了 要不这样吧 你先捅死我 然后我再捅你 好不好 你觉得好笑吗 奶奶 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看电影了 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国的电影票房市场 一年有多少个意义啊 我不是在玩也不是在乱搞 我是想吃这块肥肉 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 我希望长大以后 我的家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大的很夸张 游泳池里都是美女 比基尼三六D 我有一个很大的捞鱼网 大的很夸张的 我就蹲在池边 看着哪个捞哪个 你说的肥肉 就是比基尼三六D 奶奶 不这么说怎么上得了头条啊 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噱头 拍电影就是要宣传 要炒作 要先生夺人 总之啊 你到哪儿都是个破坏分子 你看看 歪理当道理 咱乔士作风正派 从来就没有这么乱七八糟的搞过 我乱七八糟的搞就是不想搞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生意 好 现在好了 人人都知道乔士不支持你 我看你没钱 你还能怎么搞 您费心了 外面有一堆富二代在等着我一起玩 我会筹没资金 行了 闭嘴 既然你们各不相让 那就听我的吧 静凡呀 你知不知道 徐氏那块地 对我们乔士有多重要吗 有钱难买双连地 如果让华朗拿走了 那咱们乔士就吃大亏了 还说要搞什么娱乐城 你拿回来 还不是要让给乔士 你呀就是爱耍那些口头威 真的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发言 总之啊 你们谁把徐氏这块双连地拿 你拿回来 我就支持谁 好 三天违宪 再说 那就两天 不不不不不 算了算了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跟你聊了 妈 你看 这么多年都是你把它挂了 你 刚才 他在会议室把那些老家伙都骂了 你觉得怎么样 这简直就是目无尊长 那 你认为他骂得对不对呢 你认为他是胡作非为 我认为呀 他是对乔士了如指掌 他买那块地建娱乐城只是手段 只是想要尽快把地买回来交给乔士 现在外面传 华朗集团想取代乔士在这行的位置 如果你们父子俩再不同心同德 乔家的江山都快保不住了 你替我想想 百年之后 你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的父亲 哪里 他来来来来 看下边有美女 真的 你看你看你看 刚才骂那人是我爸知道吧 下次骂我爸别当着我的面罩 你要是能对明娇也来应的 早就把她弄到手了 要杀我也先帮我把地皮弄到手啊 你下次力帮我搞娱乐城 也不是想有所作为 然后跟明娇的距离拉近吗 每次都这样 徐夫人那边怎么搞啊 既然钱都已经用出去了 就不要浪费嘛 就用用了 喂 来 这个超白 来 这个放在这儿吧 对 放在这儿好看 真是 我最喜欢的 我也是 你看这一顿 叹什么气啊 莫灵天虽然是个人才 可他是个穷光蛋 我们婉晴嫁给他 这生意没亏呀 让婉晴订婚 只想保住灵天这个人才 到时候呢 我让他们到国外注册结婚 分不到我国内的身家 我还不会回答 老公啊 你太有才了你 今天非常高兴 大家能来参加我们 蓝芯会的每月例会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 新任干事 她就是 徐氏企业的徐太太 大家欢迎 谢谢大家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蓝芯会的新干事 非常感谢夏夫人和各位 在我先生去世的时候 给予的关怀和支持 谢谢 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夏夫人 让我从失去丈夫的悲伤中 解脱了出来 我会继承我先生的遗志 把徐氏企业做得更好 谢谢 好 花朗集团是实力强大的企业 也是我先生在世的时候 最希望长期合作的伙伴 我现在很荣幸地宣布 不 不好意思 我的致辞完毕了 谢谢大家 徐夫人 怎么了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出什么事了吗 你来 宛芹 你去看看 查金帆 你卑鄙 你想用这种手段逼我屈服吗 他的确很卑鄙 不过你也太会演了 老公都死了还这么开心 人钱庄 卑情小管夫 你找就找个有品位的 小张 乔金帆 你到底想怎么样 买通我 把地卖给我 下流无耻 你竟然用这种 下三乱的手段来竞争 现在知道有点晚了 你知不知道 我拿到这块地 我就可以订婚了 有那么多的地任你玩 你为什么偏偏选这一块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们呀 你定不定会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哪知道 你有这么大的事小姐 你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很清楚 你可以继续完事不宫 你可以当你的行尸走肉 因为你的寂寞路人皆知 你可以不用追求幸福 但请你不要破坏 别人的幸福行吗 算我求求你了 行吗 算我求求你了 行吗 无聊 不玩了 我的三乱 不变成了 这是我 你自己想想想想 那你到底没想想想想想想 我自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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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谢谢 谢谢 此时此刻 真的是一个开心的时刻 感谢徐夫人选择了 与华朗集团合作 我夏政朗在此代表集团 向你说一声谢谢 我现在要宣布一条喜讯 也就是我的女儿夏婉晴 将与莫灵天先生订婚 届时我还请大家务必光临出席 因为我的准女婿 莫灵天今天有公务在身 一步一步在下满满 在你的脚印走你走过的路 一步一步一步保持着痛苦 安静聆听 温暖 情愫 我们不在意 不在意 穷漾的路 岂岂浮复复 只要有你 感觉满是幸福 你一定要幸福 长过了世都可 最好在一圈 爱是想念 在我们的心间 跟你走了三年了 好像从来没跟你一起看过星星 可是现在也来得及啊 反正星星是永恒的 它是会等人的 明天 你真的想清楚 戒指的主人是我吗 我承认你 我还没有完全地放下来许 但是在这一刻 我很清醒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是真心诚意的小虚拟 这么多年 你对我付出的努力 我都看在眼里 但是在别人的眼里 我只是个出卖自己的穷小子 是靠着你的关系 才爬上来的 是没错 但是今天有这样的成就 我是付出了比别人 你多的多的努力 才换回来的 所以我不自卑 绝对不会 一个自卑的人 不配拥有你这么好的女孩子 我会努力地证明给自己看 我会让我喜欢的女人 被我感到骄傲 谢谢你 林天 是 我会努力地证明给自己的 刚刚在来的路上 蓝阳就骂了我一问 说我不了解你 从来都没给过你惊喜 她骂可对 所以在冲动之下 我就买了一束气球 是不是傻到家了 但是我喜欢 还有 我还为你买了一份礼物 送给莫灵天 别再故意褪飞 我会心碎 亲爱的宝贝和我 愿意 只是从前 莱雪送给我的钱包 请你帮我换上 你知道 我从小就没有亲人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 你愿意接受我 我也 你说这笨女人还挺有意思啊 什么 怎么说来着 完事不公 行尸走肉 最后一句怎么说来着 你的寂寞路身杰致啊 别别别 别 你去哪儿 去找人生目标 别闹 你 行了 你点到 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十年前的圣诞节 为什么 我不知道 神经病吧 你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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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你的 我去你的 谢赵鹤 我去你的 瞧继云败家子 你混蛋 你混蛋 混蛋 你混蛋 你混蛋 败家子 败家子 你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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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大混蛋 你混蛋 你混蛋 对 我是 灵天 你别喝了 蓝雪走了 你也得好好的呀 蓝天 你不用担心我 蓝天 你走开 不要 蓝雪 你别离开我 马上 你去哪里了 为什么不说一声 就走了 蓝雪 我知道 你只嫌我是个穷光蛋 对不对 凌天 他们都说纹身是想纪念什么人 你这个雪花也是有这个意义的吗 你别这么敏感 我只是觉得这片雪花挺好看的 所以就纹上了 请认判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不回公司了 打算放弃啊 放弃了 看看小窗窗给你找的猛料 我就不信你想放弃 你爸在外面有个情人 给他买了套房子 另外还订了两张过几天去巴黎的机票 长得比我还小啊 不是她 耍我 是莱凤怡 乔继云还在跟那个淑女在一起呢 那个嫩嫩呢 嫩嫩是谁啊 恭喜啊 婉晴姐 马上叫结婚了 那你婚后肯定不会继续再打这份工了 对呀 有你那才俊老公在 一定不会让你出来辛苦的 哎呀 我还没有好好考虑这个问题呢 你呀 别对蜜月期待太大 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完全是两回事 工作还是要继续的 女人要是不工作 就会彻底沦为男人的附属品 我去接个电话 你的 喂 婉晴 恭喜你了 我是莱雪 不知道 有没有时间见个面呢 我现在不太方便 我在外面做采访呢 是吗 就这么不想见我啊 我已经在你杂志社前台了 好久不见 好漂亮的戒指啊 灵天送的 我们定婚了 好闪啊 我老公送的 我结婚了 好闪啊 我老公送的 这样你就不会担心 我是回来抢灵天的 你看起来过得不错啊 还好吧 我老公是个小商人 经常要出差 我也跟着他跑来跑去 他有些生意在这里 所以我也回来过几次 也知道一些 你和灵天的消息 一直没找你们 是因为不想打扰你们 交代完毕 没想到你的个性 还是跟以前一样直白 你们什么时候订婚啊 应该很快了 你会来吗 晚清 来 送给你的 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插花 虽然这个花瓶不贵重 就当做是我送给你的订婚礼物 谢谢 谢谢 见到你们幸福 我就高兴了 那你知道灵天的母亲吗 我听说已经去世了 看来她还是没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你 灵天的母亲还活着 灵天的母亲还活着 当年她父亲很穷 她母亲受不了 就跟别的男人跑了 过了很多年之后 灵天才打听到她母亲的消息 听说是去了法国吧 好 之前我陪我老公去了趟法国 很偶然地碰见了乔氏集团的 董事长乔继云 乔继云 你认识她 我之前见过她一次 我那个时候看到乔继云身边有个女的 大概五十岁了吧 我以为是她太太 可我老公说不是 是女伴 住在法国 我怀疑那是灵天的母亲 因为实在是太像了 这是灵天母亲年轻时的照片 那时候灵天给我看过 所以我就拿了一张 凤仪 那是她母亲的名字 姓什么就不知道了 灵天她不想多说 所以我也不敢多问 可是我知道乔继云过两天 好像要去法国 应该是跟她有关吧 如果是我 我就会想方设法 接近这个女人 然后问清楚 她是不是灵天的母亲 灵天一生孤苦 从小就没有亲人 如果能让她们母子团聚 这个男人会幸福很多 而感到幸福的男人 会让身边的女人 也拥有很多幸福 就像我老公一样 嗯 我明白了 最后 我再给你一个私人意见 这件事 你不要让灵天知道 我是不想让她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嗯 当时是我离开她的 如果事情有好的结果 那就当做 是我对她的补偿 也算是我送给你们的 订婚礼物 王晴 你答应我 不要告诉她 我们见过面 我不想再见她 因为我不想我老公不高兴 好 来许谢谢你 等我一下 我去一下洗手间 嗯 嗯 我去那儿 你我去的补偿 是哈HS 我去的补偿 我去的补偿 hein心 如果给你补偿 你去的补偿 你看 我给你买的花 这么巧啊 我正到处找瓶子呢 给我 漂亮 蓝芹 以我现在的状态 只能给你买这款混接 等我以后赚了大钱 一定送你一个 更大更漂亮的钻金 蓝芹 你是我最坚强的后队 有你陪在我身边 我什么都不怕 最近你有什么事情 瞒着我吗 您什么意思 徐家的那块双连帝 让夏家给拿了 难道你就真的置之度外 我怎么还听说 你要去法国公干 我怎么不知道 你老乔是在法国 还有什么客户 妈 您从来就没信任过我 我老了 关不动你们了 也没有力气追根究底 但是我能感觉到的事情 你儿子 也一定能察觉到 他远比你我都聪明 你呀 就好自为之吧 喂 爸 是我 雪儿 你和妈去法国好好地玩 我就不和你们一起去了啊 你不要失望 你懂什么是生意啊 爸 你就别管了 你和妈好好度假 我肯定会给你一个惊喜 再见 拜拜 我肯定会 我应该是生意 啊 天活 很明显 нем诈 我们来玩吧 您好 我是莫凌天 我正在开会 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 请留言 凌天 是我 我快要登基了 我快要登基了 是去法国出差 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 请留言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不在的日子 你就要吃便当了 回来再给您补偿吧 拜拜 凤姨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没什么 我们去那边 好 是在这儿吗 不好 不好 那边 你那边怎么样啊 这个女人在超市里面 好像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看上去还挺通常的 好了 不讲了 上飞机了 好好玩啊 我想你啊 凤姨啊 还记得我们曾经去过的那家咖啡馆吗 记得 这次啊我们还要再去一次 故地重游 找找当年的影子 好 这里还有很多地方 都要去看一看 转一转 好好地玩一玩 放松一下 太好了 你一会儿去看 我把她打开 那儿去看 你不来 我把她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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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得打开 好 我把她打开 我把她打开 你是否还有临终生活 梦长出了翅膀 飞了多久 找到了另一颗心 才能安静的强弱 原来海的尽头 还有片天空 你始终牵着我的手 像停止漂泊 在遇见了你以后 就让我静静 陪着你一起感受 看天空 我为你挂满了云朵 想爱过 时间带不走 我们的门阔 要相信爱是一种生活 一路上你和我 还有好多的话 想要对你说 看天空 我为你挂满了云朵 想爱过 想爱过 时间带不走 我们的轮廓 我为你挂满了云朵 要相信爱是一种生活 一路上你和我 还有好多的话 还有好多的话 想要对你说 我为你挂满了云朵 我为你挂满了云朵 想要对你说